明星出席 明星出席 就像那個 好久以前那個什麼 螢火叢之木 或者是那個什麼 天空之城那一類的 覺得 震撼人心 心酸酸的 就最近不是那個鬼滅之刃 鬼滅之刃 鬼滅之刃 我身邊很多小朋友 或大朋友都會看 我會讓人家想起來一些 以前的人還是有那種忠孝結義那一種 科技時代好像失去的東西 在這個裡面可以看得到 迪士尼 玩具總共演 因為我喜歡裡面的一些小角色 像三眼怪那一種 復仇者 哈囉大家好 我是男兒 這樣子虛擬網紅 在日本先出來 往往在做直播 或者是做一些英語教學 或者是做一些行銷的直播的節目 既然是虛擬人物 就是要給他有靈魂 那這個靈魂呢 就是要有他的身世的背景 然後他的角色的一些設計 設定需要一些科技的輔助 動作捕捉器 或是人臉的辨識 讓他能夠動起來 所有的技術 大概都從動畫這邊開始做源頭 那VTuber求的是快 也就是即時 可以把他當一個真的人可以互動 那動畫的人物 因為他有製作的時間 他沒有辦法跟你做即時的互動 但是傳統的動畫 其實做得更精緻 那有些陰影 毛細孔 或是材質的應用會更精細 在拉丁語系 動畫就是賦予什麼生命的感覺 就是讓一個沒有生命的東西有生命 讓它動起來 它的形成包含的繪畫 電影 還有一些服裝設計 還有音樂 戲劇舞蹈 那這些都要涵蓋在裡面 逐格 然後慢慢把影像 當成一個媒介來說故事 像這個鏡子的畫面 然後我們透過轉動的部分 讓它傳達 傳遞 連續動作 那經過有一些燈光的輔助 然後我們在產生視覺在那裡的畫面以後 它這些效果就變成一個 最基礎的動畫的一個原理 動畫的種類有很多種 那基本上大概就會有一些 我們知道的傳統動畫 2D動畫跟3D動畫 我們在講平面動畫的時候 其實最大宗的就是 我們看到日本 日本用手繪的這些動畫 就是1秒24張 那3D電腦動畫就是1秒30格 3D電腦動畫都是 動畫的主流比較多 包括電視 電影裡面 我們看到的廣告 或者是特效 都是用我們的電腦軟體 所創造出來的動畫效果 組合動畫也有叫停格動畫 就是用一針一針的照片 然後串聯起來的畫面 這就是停格動畫裡面的 然後你去調整它的動作 它身體裡面就像這個結構 每一個角度都可以彎曲 然後讓它擺出你要的姿勢 可是每擺一個姿勢你就要拍一次 透過人為的動作去做調整 然後讓它產生奔跑啦 跳躍啦 我們實驗動畫就是一般來講 就是自由創作 它用媒介啊 用媒材啊 或是剪貼 剪紙 然後用拍攝的方式 然後做出一些非劇情類的 就是藝術型態的 比較抽象形式的內容的創作表現 像這個動畫 動畫之所以好看就是 你期待的東西 它死掉它會再復活 然後你知道好的成功的角色 它永遠不會死 讓你的想像力不要被制約 然後透過投射的部分 你把自己投射到這一部 你喜歡的動畫裡面 然後你就可以任意的去做你自己